Hello 大家好 我是灣區置業的有強 我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的西區 這裡跟大家介紹一個棕類彩虹 這裡是地處在我們的西區 所謂棕類,大家可以看到 整條路大都是棕類樹 這個位置是非常漂亮的 我就不要這麼多話說 帶大家進去看看我們的沙盆 還有區位圖 再帶大家去看看我們的沙盆房 整個項目是365畝 分為四期來開發 我們現在的位置在這裡 這裡是第一期 這裡是第二期 第一期已經入住了 第一期的入住率去到98% 西區來說算是比較高的入住率 第二期共有八棟樓 到現在為止入住了大概是七成左右 這邊是高層,這邊是小高層 第一期入住的時間大概有五到六年 第二期入住時間大概有兩年左右 這件是第三期來的 三期本來是五月份的時候才交樓的 但是現在已經提前交樓了 現在開始交樓 外面這一區看到的就是我們現在圍繞住的一些商鋪 這間商鋪我們是只租不賣的 全部都是自己產業來的 全部都是自己產業來的 後面就會有第四期的 現在正在賣的第四期 第四期就是賣四棟樓 一號樓,二號樓,三號,四號 主要位置就是現在向右邊看 這個是一號樓,二號,三號,四號就轉彎 可以交樓了 這個都是準面房來的 帶精裝好 兩個職,一個是107的三房 三家一戶型 一個是115的三家二戶型 三家一戶型就送了大概六到七個平方 給客人做到書房或者茶廳 而三家二可以直接做到五間房出來的 性格比較高 還有115方就對著花園裏面 107那些就全部都是對著外面的 現在你看到外面對著外面的就是107 向裏面的就是115 115的樓距是和我們四期裏面最闊的 去到120米的 裏面就作為一個圍合式的設計 中間的花園將近255平方米 也是四區裏面最大的花園 裏面有11棟樓 現在在賣4棟樓 還有7棟樓在準備賣 現在是甚麼價錢 現在的均價大概是18000左右 15大精裝 他們的交樓時間是明年3月份的 由於我們現在只是在做花園和裝修 所以他們交樓時間會有機會提前 五間提前到最終的時間 到時才通知一下 現在未確定 但肯定會提前的了 好 那麼 三期已經交樓到枝了 之後這邊就會變成了一個 我們可以叫做行政區 西區的行政區 以後的二手買賣 簽戶入戶都會來這裡辦人的了 即是辦政中心在這裏 在這邊的了 這個地頭漂亮 那麼四期裏面 每一期都有自己本來的一個 叫做主題的 一期的主題就是泳前 二期的主題就是泳前 三期的主題就是沿途樂園 那四期的主題就是沿途樂園 那四期的主題就是沿途 就是沿途 就是沿途 裡面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沿途指示 基本上全部都是沿途 那麼就做了一個西區第一個櫻花場落 大約裡面大概種三四十棵櫻花樹 那麼以後如果是櫻花樹一旦開放 就不用去武漢 這裏都有一個 好盛況 這個情況會更好一點的 然後就會是別墅區 別墅區不良期的 一期就已經全部賣光了 一共一百零八套 就現在賣著二期的二期 還有大約三十套左右 左右有的單位 面積段就一百九十二方 就一百九十六方 它基本上是聯排別墅 這個是政府決定不給別墅之後 投建的 所以就會是八聯排別墅 基本上面積就一百九十二 但是用得到的積 你會去到將近四百八四百六 送的面積很大 因為它有一個很大的屁股 完全是送給客戶會用的 屁股會有五米三的高度 最少可以送到兩個車位給你們 所以就算面積比較多 我計算的單價都是一萬多元 到一平方 跟別墅 跟高層有什麼區別 那現在實際上別墅是賣多少錢 別墅大概是三萬多元一方 三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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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都是四旗的業主和別租的業主出入 平時就很少有車在這裏經過 所以這條路是不會吵的 你當它是小規路就沒問題 都是類似你們本身的內部路 是的 內部路基本上很少有車走這邊 但這條路就直通到北外環上 現在這條路已經開通了很多 就剛剛那句話 因為這條路是主幹道 所以車流不會太密集 所以對外面的107那種單位 其實它看出來的景觀都非常舒服 因為我們基本上這條路上 全部都中了中旅船 在上面看出來的感覺 有少少去到那些行 那些靠海邊城市那種感覺 熱帶地區 我剛才進來都看得很美 所以感覺會比較舒服很多 不會說一定看街景就不舒服 看園縣就舒服 現在仍然有這樣的景觀給你看到的 明白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情況 現在我們這一邊的商業在用著的 對面這一邊一樓基本上全部都是飲食 二樓就寫字樓來的 二三樓都寫字樓來的 前面這塊圓這塊已經跟韓德基已經簽了合約 有機會會在年後開張 而我們的售樓部這個位置 二樓是一個教育基地 包括聲火教育已經入住了進來的 三樓和四樓就是電影院 我們自己公司的電影院 然後下面一樓基本上全部都是超市 包括華盛曼街已經入住了 所有商業體都具備了 已經完善了 我們樓盤屬於一個片區裏面的學區房 片區裏面的學區房 中山就沒有學區房的 只有片區派房 我們附近可以說是方圓大概在五公里以內 是沒有其他學校 除了一間省一級重點的中心小學 就在我們一二樓對面碼路這個位置 由於是片區派學的情況 所以我們的樓盤唯一可以派到的就是這間學校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叫做學部房 但是前提是需要你將戶口一定要簽來這個 你簽不到戶口過來 你讀不到就我們沒辦法了 裡面這邊包括有餘館、小學、初中 其實是一條樓的 而附近在麥德龍的旁邊 由這個位置行出來這就叫出景路 出景路向左這個方向上去 就有一個大的超線 是一個德國超線叫麥德龍 德國超線後面 就會是現在做中山現在第五間的高中部 中山整個中山五大就只有四個高中部 這個是第五間來的 以後小學要說不想我住得太遠 這間都可以是一個小學 其實由幼遠到高中部已經齊了 齊了 而在我們樓館三崎對面 就是中山最大的一個中醫院 佔地兩百二十多畝 它是三甲醫院 五三的醫院隔離也是西區最大的一個濕地公園 也是西區最大的陸廢 佔地兩百畝 彩虹公園 傳聞就說 廣州地鐵十八號線 其中一號四月經過我們這邊 其中一個出口可能就在濕地公園出口 明白 對這個也會是以後的一個便利 而我們樓館剛剛都說 由這條路直出去就上了北海駭 北海駭 轉左邊就會上到沙古 沙古有一個高速出口 就是港珠西市的出口 港珠西市的中山西出口 由我們樓館過到中山出口 大概是五到六分鐘的車程 那很方便 而我們樓館不想自己開車坐車 有沒有地方可以出入 有的 我們樓館可以直接坐公交 外面有公交在這裏 這裏有一個公交車站 這裏有一個公交車站 這兩個公交車站有一條線 就會去到中山北站 當然這條線比較久才有車 你可以照車 照車都很方便 中山要滴滴很方便 現在的滴滴很方便 這邊過到中山北站 大概坐車大概十三分鐘左右 車程中大概費用大概二十元左右 就不算太貴 以後深圳那邊過來 其中有一個線 就會走過中山北站那邊 那邊過來呢 那邊叫深茂高鐵 深茂高鐵中山北站有一個站要下來 由深圳北去到中山北 那條線開通的時間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非常之快 五芯中通道會在前海的位置 由前海上橋開始 過到我們樓盤 政府給我們的時間數據45分鐘 自己開車過來 那現在前海賣的是什麼價錢 我們現在賣的是什麼價錢 大家開車就知道了 明白 跟著 也說買樓一定要找一個旺的地點 馬鞍島 翠鏗 但是那個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在中山來算是叫巴掌五色的地方 正式來說那裡是鎮區的 而他們始終生活始終都要靠回城區 那邊才是情緒 沒錯 所以就看一下那個路程會過來這邊 由翠鏗那邊可以直接走上中山西的 那個叫做港珠西市 可以直達到這個位置 車程大概是三十分鐘左右 所以其實你落了橋之後 在那邊落了大巴 你直接可以轉成巴掌 可以從這邊 也都非常方便 以後由深圳又好 香港又好過來這邊 一個小時後來的時間 可以完全走上 一個小時的生活圈 在香港過來也是 沒問題的 這個都是地處中山的中心點 差不多的了 因為中山西區和東區本來有一個根本性的區別 就是因為學校 而中山政府因為想將西區和東區的平衡性 做一個平衡性 其實在這一個新的西區裡面 共放了十三間學校 所以這十三間學校其實是令到他整個分流方面 學生分流方面會大了很多 明白 以前東區的樓價 現在正在賣的樓價 是西區現在的 起碼貴了百分之三十以上 三十至四十 現在東區已經去兩萬多的一個單位 現在我們這邊賣一萬多元 而如何將它兩邊做一個平衡 就是在做這一堆的規劃 這大規劃已經走了五年了 下五年所以很成熟 所以我們一個區域基本上都是一個很成熟的區域 那你已經是五年那個規劃 還有一直在做的事 還是一個另外一個政府比較支持 政府是基本上傾向完全扔掉西區這邊 黃區之前都曾經發展過 因為是不爭氣還是什麽 反正那邊的樓價都上不夠力 中心本地的人或中心裏勤人工 沒有機會是不多想過去那邊 有得選的在西區就進行 最好是選東區 沒得選的情況是西區又北區 南區都很少去 現在是東西區做了這兩個項目 現在做主要做中西區 北區現在叫食其區 食其區主要做的都是做商業 所以以香港來說就要當北區是旺角 明白了 東區就去到中華 西區就香港這邊 港島那邊等於 差不多 慢慢就發展成這樣 好 大家好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是115平方米的 三房兩廳兩圍 還有M加的 這裏入戶花園 現在進來的入戶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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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一半 計算一半 因為有一半是送的 因為有一半是送的 所以非常大的 你也可以在這裏做一間房 好 進來這裡 我們一個大廳 有兩個露台 這邊是正露台 另一邊有一個生活陽台 除房出來就是餐廳 他們用了餐廳 大家看到出到餐廳以外 就是一個開間比較浮復的客廳 看看它的露台很大 這個又是計算一半的露台 通常露台都是買一半想一半的 非常之大 好 看完我們的客廳露台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進去 看看我們這個生活陽台 其實生活陽台也很大 它亦是計算一半面積的 這個除了放洗機 是曬浪位置是非常之好的 不用每次都放在正廳 OK 我們看完外面 就帶大家進去看看我們的房間 首先拍入我眼幕的是一個公共洗手間 然後兩邊也有兩間房間 接下來進來我們這個主人房 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衣櫃也這麼大 足夠放三褲 而且進來這裡是有很闊的空間 然後才到我們的衛生間 亦都是我們主人房的套間 好 我們初步這個房間已經介紹完 我帶大家在駕駛時間看定我一個 這個我現在帶大家進來看 這個就是膠錶 這個膠錶其實入門已經是幼載的 這個非常好用的駕駭櫃 這裏入門的放你所有的 隨手放的東西 以及出門必要帶的東西 大家看到它的膠錶是貝景場也有賣 大家看到它的膠錶是貝景場也有賣 很多時室護衣櫃櫃真的只有這麼大大舊 而在這裏放完洗衣機之後 還可以放一個簡易的洗手袋 因為落完洗衣液可能手也要洗 這裏是最好的位置 這裏是最好的位置 看完我們這些 我們就帶大家進去房間 看看我們的膠錶 其實每一個房間都是木地板 還有窗台是做窗台石給我們的校戶 衛生間看到的都是有的 大家看到的房間都有掛空條在這裏 但空條是非膠樓標準 主人房 其實主人房真的很舒服 這麼長的飄窗台 而窗台對外有一個花園 所以如果懂得它充分地用窗台 就很好用的 OK 我們又看完這間了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 棕女彩虹這個項目 我們的洋房 還有周邊的環境 大家都了解到 如果更需要了解更多的東西 就留意我們的聯繫方式 今天這期節目也到此為止 下期再見 拜拜